婚姻情感的好坏 和日子的长短 没有什么关系 听上去十一年十多年 这两人感情应该是情深意重了 可我不这么认 我特别想不通两个人十一年 却没有一纸婚约 没有结婚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人是哪个年纪 就应该有哪个年纪的审美 和家庭观念 如果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看上去打扮得像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 就多半有点让人感觉不是那么适应 刚才这个大姐说 家里事基本上是你操持 跟同年龄的人的女人相比起来 你也更多把潇洒花在了自己的娱乐上面 当然这是你的权利 我无从指责 我只是指一个女人到了五十岁 应该有五十岁的优雅 勤劳 持家和知性的美 而不是美在那表面上 大哥五十七快花假了 按道理来说 也应该更多的懂得 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说一个女人不明不白 根据你十一年 你是给她花了钱 但是在这十一年当中 你作为一个家庭的经济承担者 你在情感上 精神上 以及最简单的名分上 你又付出了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们已经到了这岁数了 该过日子就过日子 如果还是想要自己潇洒地过下去 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那就不要去怨恨彼此对于家庭的不付出 人只能落一头 要么潇洒 要么在家 在家得到温暖 但可能承担更多 潇洒 确实是潇洒 但是潇洒完了之后 没剩下点什么 所以最后我就是一句话 多长点心 少点埋怨 谢谢 谢谢老师 你现在基本上就等于 自己放弃了生意 这就算我们说的 社会角色的大转型了 对吧 退出了所谓的舞台嘛 心里肯定是空落落的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陪伴他的人 但他发现这人不是 所以很简单 在我看来 务实就最好 如果他不是 不要试图改造 你也改不回来 娶回家了 给他挣了 他也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 相夫教子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是习惯吧 对 要不然就这么在一起 不要互相挑剔 有个依靠 要不然 咱就踏踏实实地分开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这个刚才老师讲了这个 我听了一下 这是甚术改复 很多事情呢 可能考虑得不够全面 也考虑比较 自私和偏激一些 所以说阿杰这个年代呢 考虑一下 下一步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 既然这个 他过了十一年吧 十一年必定有我们之间 内心沟通的东西 那么家里一切事呢 稍微呢 还是可以 如果在这方面 就是跳舞了 花钱了 咱们在四项的 再好好谈一谈 希望能有所改进 谢谢 回吧两位 考虑清楚啊 谢谢你们 请回 这算是一段 十一年的恋情 来 请关门 看起来好像是 男生提出的要求 希望女生改变 其实在这个背后 我们又看到了 女生有点急着要嫁 这到底是因为 急嫁和不娶之间的 一个冲突 还是因为生活习惯上的 一种冲突 很难说 但是你看到这儿的时候 你会觉得 生活你就是得对它 严肃认真 否则 你开生活的玩笑 生活 只要对你一微笑 你发现 你可真就受不了了 这一对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主动点吧 我就提一个要求 你带她跳一个舞 来 来 来 放音乐 走两步就得了 来 来 来个三步 跳得好多人 她是不想跟她跳 行 问一下 你是不想跟她跳 还是不会跳 咱说实话 我咱说实话 大哥咱说实话 就会基本步这么几步 一点话要不懂 跳得很好啊 因为 又音乐欣赏 听信响 你愿意欣赏 我愿意欣赏 你愿意欣赏 为什么她跳舞的时候 你不跟她去啊 感觉不舒服 为啥 虽然别人搂着她 你不舒服吧 我是不太喜欢 跳舞这个东西 得了吧 能为她放弃一些 生活上的那个习惯是吧 能能能 确实啊 能 确实 什么